这一期Super Run Day 我们跟随X9少年团的赵磊 来到了上海时装周 用50个问题记录他这充实的一天 不知道磊哥准备好了吗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至今我也没有考虑清楚 到底怎么回答你们 总之呢 就是多读书多看报 少吃零食多睡 可以讲少玩手机 哈哈 闻一片 火光 咖啡 什么 什么 帮你扭本问一下 三角裤还是平角裤 平角 风景 石道 有料吗 没有吧 我觉得没有 亲密武艰 亲密武艰 对 呃 闷骚 然后 有趣 内向 算是吧 你们觉得 有趣 有趣 就是不剪头发 就是不剪头发 我小学那会儿最不爱剪头发 看搭配吧 网裤脚这种东西 就是看你的袜子 然后还有鞋子 还有裤子 整体的一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 反正我觉得是整体的搭配 看你需不需要吧 当然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裤子太长我也没关系 哈哈 出门的话衬衫在家里就T恤了 黑白 风衣 冬船 圈内好友是谁最时尚 我自己 哈哈 那我会学颜值 因为有了颜值可能会有身高和精进 芳华 有啊 内心戏比较丰富的角色 我到什么程度 随便 小姿 天空很蓝 蓝色的天空 然后 中等节奏 工作工作工作 哈哈 九分吧 九分 六分 团长问了磊哥大概二三十个问题 然后剩下的问题呢我们就卖个关子 一会路上再聊吧 然后现在磊哥要出发去上海时装中了 好的 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们现在出发去上海时装周 那磊哥现在的心情如何 紧张吗 热 我穿了三件 然后里面一件高零毛衣 里面一个衬 是小西装 然后再加上一个外套 对是我的优长的长裙 这么长 非常长的风衣 对 就之前其实看过一次尾密 就是在电视上看 哈哈 身高不够 摩托身高不够是一米一米九几吗 那种 很吓然的 估计我这辈子是长不到 下辈子再说 哈哈 哈哈 不杀客的话 看电影 然后最近在研究一些就是音乐制作 然后自己想弄一些音乐设备 然后录一些demo什么的 学校了 哈哈 黑暴 呃 没有歌词我脑袋是空白的 都差不多吧 玩手机 我不看星顶鸡汤 我自己给自己汽汤 新加坡 日本啊 不用计划了 直接就去了 哈哈 我觉得就是 很多粉丝拍的 就是拍照的技术都挺好的 可以去当摄影师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上海时光周 然后我们期待一会儿的红毯吧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 X9少年团的主唱 赵磊 咱们放开 就是好看 不一样 就是在电视上看的那种感觉 就跟现场看就是视觉 然后就是会差很多 然后会仔细的去看每一个设计师的衣服的细节 我该怎么形容啊 就觉得很好看 所以有一件是女生的衣服 然后是白色的吊带娘的装 然后我觉得很 就是好看的就是好看的 笔记本 手机和情报 粉丝跟我说什么我都不怕 不愿意不敢 一样 有点紧张 因为之前都是跟团团里面的成员一起去走的红台 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出来工作 然后走的红台 所以虽然没有问答 但是有看到自己的粉丝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大家都有过来看我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 就是能参加这么一个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领域的那个秀 然后虽然有点紧张 但是成绩来说还是很开心的 你觉得有什么 第一次走红台 应该是齐哥寻宫绝的发布会 对那一次就是 看到那么多摄像 摄像一起在拍我们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觉得那时候很幼稚 虽然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出来走红台 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不太完美的一个开课 但是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好 还好吧 越来越重 看最近喜欢什么就唱什么 火锅 夜宵饿的话才会吃 一般我会在一日三餐会吃得干 就是我知道大家好像就是我们什么点赞啊 什么发微博上线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很希望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然后也谢谢今天来现场的食堂们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OK Super one day 感谢这50个问题 让我们记录了赵脸参加上海时装六的一天 然后天才网啦 你要去吃饭啦 那我们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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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